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y name is Eisenline I'm the center leader of Sweep Darling Ivory Center 今天 我很想借此机会 在这里向大家拜个早年 希望各位爱多美的家人 在这新的一年里面 可以十犬 十美 Wang! 当然 如果你说到新年的话 对华人来说 新年当然是要 送礼 那说到送礼呢 以前我们都去买 什么肉干啊 这个里兰啊 那个里兰来送礼 那么请告诉我 各位聪明的爱多美家人们 今年送礼要送什么 爱多美的产品 对不对 尤其是我们有那么棒的 蔡多美的产品 就好像昨天我们在开领袖会议的时候呢 公司向我们说 因为各位爱多美家人的努力 我们在一月份 我们的Sandwich Lover呢 的那个售卖量呢 是十二月份的三倍 就是因为你们 谢谢大家 那在这里 其实我想给大家一个小小的tips 这里有打工的嘛 对不对 你们打工的 你们懂不懂啊 要吃走 新年的时候 如果老板呢 还没有起你薪水的话 你懂要送什么东西最适合吗 就是我们的Sandwich Level 为什么呢 你们懂它的华文 Sandwich Level 叫什么吗 夹心海苔嘛 对不对 夹心夹心夹心 听下去像不像夹心啊 像啊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老板还没有Sake走起你薪水的话呢 今天回去赶快订一盒 交给你老板 然后再跟你老板说 老板送你的夹心海苔 然后呢 如果他还不要Sake走起你薪水的话呢 你隔一天 你再去问他 老板 昨晚送你的夹心海苔好吃吗 这样就敢保证他一定起你薪水了 再来呢就是 平时都不打扫家里 那新年的时候呢 突然间来打扫家里 要动动身体的话呢 那我们的精油贴布就好拍上用场了 那里痛就贴那里 而且呢最好的是新年之后也可以用 为什么呢 新年吃太多吃肥了嘛 对不对 哪还连嘴巴 连着嘴巴就可以减肥了 OK 好 所以今天的开场牌就讲到这里 那我也很想感谢呢 各位今天呢 就算年关将至 也特别抽空时间来出席今天的 2-day 1-day success academy 然后在这个那么美妙的地方 你们懂这个普查迦亚 这里有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可以去吗 就是那个cruise 这里有一个普查迦亚的cruise 要巡逅啊 如果呢 星期六成功学院之后呢 有时间 伙伴还留在这里的话呢 你可以把你的伙伴一起带过去那边 坐坐一下那个船 啊 你会感觉马来西亚是一个多么美妙的地方 当然 爱多美呢 是一个非常棒的公司 那每一个人呢 都有他自己的故事 如何去加入爱多美 对于来说呢 我自己有自己一个小小的故事 我做一个小小的分享 其实我是在吊着盐水 在医院吊着盐水的情况之下 看懂爱多美的 那你们也很好奇 为什么一个人可以一边吊着盐水 在医院可以看得懂爱多美呢 那下一次如果我有我的成功之路分享的时候呢 你们就要出席 这样就知道了 那我废话也不多说 今天呢 既然有那么一个那么棒的公司 那么棒的产品的话呢 那请大家来容纳我 来今天来向大家介绍 到底爱多美呢 有多棒 那我们现在开始好不好 好 通常讲到这里都会有掌声 谢谢大家 那 ok 来说到一个好的公司的话呢 当然它背后要有一个好的董事长 好的经营者 这就是我们的董事长 每次呢我跟会员分享的时候呢 我都跟人家说 他就是我的K吧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他每一个星期都把钱交给我 而且呢是直接存进我的户口 所以他重不重要 重要 因为他是我的买反办局来的 ok 然后呢 我也不多做介绍他 因为刚才我们那么帅的MC呢 都已经做了一个非常棒的介绍 对我们的公司的老板 然后再来呢 我想说的是 到底我们是在什么样的公司里面经营呢 今天你看 这个Fortune杂志 我们的老板 被登录这个Fortune杂志的封面 其实这个Fortune的杂志呢 是美国一个非常非常出名的杂志 它是一个商业杂志 不是平时你看的那些所谓的杂志 只要你给一点钱 你就可以登上封面 这个是没有办法买的 是他邀请你 把你放上封面 你才有那个机会 那你们来看看 历年来 到底有谁登录过我们Fortune的杂志 有那个第一位 大家看得懂那个马云嘛对不对 然后再来呢 还有其他的非常出名 大家一看样子 都看得懂他是谁的人物 所以呢我们的老板 也非常荣幸的登录了这个杂志的封面 所以你们说这个产品棒不棒 这家公司棒不棒 棒啊对不对 然后再来呢 单单杂志还不重要哦 你看啊 登录了封面 那个杂志呢 还在里面呢 写了四五面的页面 来介绍我们爱多美 给大家更加去了解爱多美 不止这样 上杂志在韩国已经不是一件 已经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但是我们公司除了上杂志 我们还上了电视台 而且这个电视台呢 它也不是一个广告 它是一个documentary 它在介绍爱多美的公司 到底为什么可以那么成功 试想想 在现今的社会 很多人在看扁direct sales 很多人在看不起 传直销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公司 还可以登上著名的杂志 也可以登上著名的电视台 让电视台来访问 是不是很棒 尤其是当你发现到 你自己 也是在那么棒的公司里面的一分子 你说应不应该给自己一个掌声 应该吧 因为你做对了选择 对不对 所以很多时候我的会员呢 他都会问我到底爱多美是什么东西 其实有时候我也蛮confused 你说它是一个直销公司嘛 它又不像直销公司 你看 有那个直销公司 那天前几天的时候 我突然间登上韩国的网页 才发现到 原来现在裤带也有卖 皮鞋也有卖 衣服都有卖 衬衫这些都有卖 那我那时我就开始很confused 我就问自己 到底这家还是不是一家传直销公司啊 为什么它卖的东西呢 那么像那些百货市场的 对不对 所以我给了自己一个总结 到底爱多美是一家怎样的公司 爱多美它是一个提供奖金给会员的网购商城 你在买东西的同时 你也可以在同时经营一个事业 这就是爱多美 那爱多美它卖的是什么呢 它卖的都是一些我们平时日常上 生活有用到的产品 就好像牙膏牙刷啊 洗碗液啊 洗衣粉啊 这些东西都有卖 而且呢 当你在购买这些产品的时候呢 你都可以得到PV 那PV累积的情况之下 你也可以把它转换成奖金 所以在现今的社会呢 我们要做的呢 不是把钱花出去 如果有一份事业 或者是有一个产品 或者是一家公司 可以让你把钱花回来的 那个才是一个精明的消费者 应该做的东西 像平时 如果我们要买日常生活用品的话 从你的父母亲的年代开始 那我们都是去这些 这些百货市场购买东西嘛 Maidin啊 Car4啊 Jasco Speedmark Giant Tesco 都是在这里买 不过当你在这个地方购买东西的时候 除了得到一些点数 然后让你年尾 或者是接近新年的时候 去换一些红包袋 或者是换一些盘盘玩玩 试问他们有给过你一块钱吗 没有 像我以前呢 我是一个非常忠实的 Jasco的一个拥戴者 每次去买买买 累积很多分数 结果累积到分数 可以去换Gupon的时候呢 还要排队 排了一个多小时 结果换了一张五块钱的Gupon 而且那个五块钱的Gupon呢 你还不可以当下用哦 你要明天回来才可以用 自从我认识了艾多美之后呢 发现到我以前做的事有多么的蠢 艾多美我只需要去介绍给我朋友 把他们带进这个网购商场 他们购买东西的时候 同时我得到点数 公司也非常方便的把钱 直接就汇入我的户口 我只需要拿着我的ADM卡 去把钱领出来就可以了 我喜欢半夜去领就半夜去领 白天去领就白天去领 这是多么开心的事情 大家说对吗 对 再来呢 这些资产用品呢 一直以来都是大家的负资产 因为都是花的嘛 花出去你不可能把那个钱花回来 不过当今天艾多美来了之后呢 它会让你把本来你要花出去的钱 有办法的去赚回来 只要做一个小小又简单的动作 那只是把你平时用的日常用品 换一个牌子 把它换来什么牌子 艾多美 对 把它换来艾多美就对了 艾多美呢 它是一家非常不一样的公司 到底它有多不一样呢 让我一一的向你们解说 它不一样在那里呢 第一个 它就不需要注册费 像我刚才说了嘛 我是Jusco的中山永当 所以我去renew那个卡的时候呢 每年要给一个12块 然后再去申请新卡的时候呢 也是要给一张12块 那也没有钱赚 不过艾多美的话呢 你注册不用钱 你不需要咬交任何的费用 而且你注册了之后 每一年呢 你也不需要特别的去renew 不需要再给钱去renew你的membership 你只需要购买任何一样有PV的商品就可以了 再来呢 我们也没有强迫性的消费 试问 有哪一个消费者 是喜欢在被强迫的情况之下去购买商品的 像今天我们艾多美呢就好像一个百货商场这样 如果像今天你去Jusco的话 你走了进去 你走一圈 没有买东西 你再走出来 当你走出来的时候 那个guard他会stop你吗 跟你说你没有买东西不可以出来 没有嘛对不对 你没有买东西你也可以走出去 所以艾多美就是一家这样的公司 你加入了会员之后 你觉得那个商品你不喜欢 你觉得你没有用到的话 你不购买 他也没有强迫你 再来呢 我们也没有配套 为什么配套那么不好呢 因为很多如果坐惯船直销的 他可能就会说 Aston 有配套不是比较好坐吗 如果没有配套 你又没有强迫人买 这样我的钱怎样赚 这很多人会问的问题 我想告诉你 艾多美呢 他就厉害在这里 他不需要有配套 他也不需要强迫你 不过你还是会去买 为什么呢 因为艾多美的产品实在是太棒了 那我来说 配套到底有什么不好 你看今天 很多坐了船直销 被船直销伤害的人 他们都会怕 因为以往的船直销 强迫他们买了很多配套 结果加入这个公司买这个配套 加入那个东西又买那个配套 厨房放放放放到满了 放客厅 客厅放放放放到满了 露台也去放 结果搞到整间家都是产品 好像自己开店做这样 朋友进到来 你要A公司产品 我有B也有C也有D也有 什么都有 然后新年去跟朋友见面的时候 朋友又会说 今年你又坐那一家了 他问你你又坐那一家了 因为你每一年都在跳嘛 对不对 你买了很多配套 当你在买配套的时候呢 你又会出现什么事情呢 你会开始欺骗 因为你有配套 你就躲货嘛 对不对 你躲了一堆货之后 当你的朋友来问你 我想买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对我这个病有帮助吗 有 这个东西可以吗 可以 什么都可以 什么都有 什么都能 为什么 因为你要把产品卖出去嘛 所以这个就变成对你朋友的伤害 像我本身自己 我也是做生意的 那我在卖东西 当那顾客来到我店的时候 这个很现实的 我相信如果做生意的 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顾客来你的店 要买东西的时候 可能他就会问 埃stern 你觉得这个红色的比较好 还是这个白色的比较好 那你觉得 当下我会去想 红色比较好还是白色比较好吗 你觉得当下我在想什么吗 我在想我的货仓 哪一个比较多 到底我的货仓 红色比较多 还是我的货仓 白色比较多 如果货仓里面 红色比较多 我就跟他说 红色比较好 因为我要卖出去嘛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有囤货 你有配套的情况之下 你也会做同样的事情 所以公司 不要你去伤害你自己的人脉 公司 不要你去伤害你的朋友 所以我们没有配套 你只需要买 你有需要的就好了 再来呢 我们也没有强迫性你的去消费 不像某些公司 他会跟你说 你把货仓卡 你加入会员 你要把货仓卡绑死 那如果你的点数不够的话呢 我们会自动把那个货物送去你家 那试问 你们会喜欢这样的东西吗 没有人喜欢 因为没有一个消费者 是喜欢在被强迫的情形之下 去购买日常用品 再来为了达到 像我刚才讲的 在什么情况之下 你可以不用强迫消费者买东西 人家还会继续去买呢 这里就很重要了 我们公司的 绝对品质 绝对价格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产品的价格 如果他物超所值的话呢 消费者是不会有怨言的 他们会心甘情愿的去买 像今天 以前在认识爱多美之前 去买一支牙刷 可能要一个14块15块钱一支 那现在加入了爱多美之后 那么棒的牙刷 才卖4块多而已 住住省了8块多 在还没有赚钱的前提之下 已经省下了8块多 这就是所谓的绝对的价格 还有呢 要知道一家公司的产品 到底好不好呢 你从它的退货率 你就可以看得到 我们公司的退货率 在2016年都保持在0.14或以下 那退货会很辛苦吗 我们公司退货也并不会很难 可是为什么顾客 还可以保持那么低的退货率呢 那就足以证明了 顾客对商品的信心非常的充足 他们不会去退货 因为产品好用嘛 对不对 在那么好用的产品 在那么便宜的价格 在那么绝对的品质的情况之下 到底爱多美是怎么办到的呢 因为在我们的背后 有一家公司叫做Corma B&H 它是由两家公司一起组织而成的 一个呢就是Corma Korea 另外一个呢就是Carrie 那Corma Korea呢 如果你不是很了解 到底Corma是什么公司的话 那我想问问一下 平时如果各位女士们想要买一些 比较昂贵比较高品质的化妆品的话 都是不是去百货商场买嘛 都是在底楼嘛 那些很多countercounter买的嘛 对不对 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大概的认识 你在countercounter那边看到的呢 有超过30%的牌子呢 都是由Corma代工的 所以Corma呢 是一家那么棒的公司 然后Carrie呢 它是一个研究机构 它是专门做研究 它不做销售的 所以在那么棒的 合作伙伴之下呢 可以把我们的品质弄得那么高 不过有些人开始就会怀疑了 因为我做生意做那么多年 只有人来跟我减价 我从来不会听到人家问我 为什么卖到那么便宜 那不过做了爱多美之后呢 这个问题一直一直的重复 Eyston 这个东西卖到这样便宜可以用嘛 到底能不能用的 为什么可以卖到那么便宜的 我以前还以为故意要去跟人家解释 原来便宜也要解释 那很简单 为什么我们爱多美的产品 可以卖到那么便宜 一个很简单的原因 你们看 平时我们买的东西 如果你去百货商场购买的话 你觉得你给的那个一百块 是完完全全给那一百块 给那个商品吗 并不是 中间有很多的代理 它有distributor 他有agent 即使在那个高得的sales girl sales girl也要有commission 然后请一些韩国韩国代理的那个明星 你还要给他代言费 这些钱呢 是那家公司自己给的吗 不是 都是从消费者的身上拿出来的 爱多美呢 就减掉了这些所谓不必要的消费 even连我们的包装都弄到最简单 最精简 来帮我们省下那些不必要的费用 来让大家可以以更优惠的价格 去购买爱多美的产品 所以我们的产品才可以弄得那么价廉物美 再来爱多美呢 他也是有一个特别特别非常特别的经营理念 他的经营理念呢 就是要顾客的成功 没有一家公司 他是会要顾客成功的 他们通常会想 如何在顾客的身上 赚取更多的钱 所以就一直起价起价起价 让你越难赚钱越难赚钱 你上到越high ping的话呢 他就让你的commission 越来越低越来越低 给你一些很刁难的任务去完成 不过爱多美呢 他所做的一直以来都是帮助消费者 一直来就是帮助我们的顾客 你看他怎么帮 你看我们的包装 可以show一下我们的包装 你们有知道这个第一个 这个是我们第一代的时候的 爱多美六建筑的包装吗 然后我想问你一下 如果今天你去爱多美的网站 看到我们的包装 还是这样轻轻的你敢买吗 你敢买吗 不敢嘛对不对 所以你看爱多美公司在每一年 他都提升了我们包装的设计 一年比一年的精简 一年比一年的漂亮 他这个在哪里呢 这个就是为了帮助我们经营者 帮助我们消费者 可以更加容易简单的 去介绍爱多美给你身边的朋友 再来呢 虽然在马来西亚还没有上市的hamerhim 但他也是大家做爱多美所认识的hamerhim 记得以前我有讲过课 hamerhim是水的还是粉的 水的 不要去跟你的下线讲hamerhim是粉的 因为如果没有听过这个笑话的话 我大概讲一下 以前就是有一个人他就去问他的上线 到底hamerhim是粉的还是水的 他的上线没有用过hamerhim 他就讲hamerhim是粉的 那他下线就去打开那个hamerhim 奇怪这么是水的 你不是跟我讲是粉的吗 然后那个上线你懂他这样回答吗 他讲天气太热溶掉了 所以如果你没有用过 那你要知道他是水的 不是因为天气太热溶掉 你看我们公司 从以前的30包装 到达我们今天的60包装 而且呢价格不变 价格不变 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真正为消费者 为顾客群着想的公司 对需要掌声 而且呢 我觉得也蛮可怕 因为我真的担心 有一天我们的doner 真的会变到像我们的dis detergent 这样大支就难了 那时我们大家的pv就真的很难赚啦 一罐coner用两年三年 对不对 不过也对我们消费者来讲 也是一件好事嘛 对不对 我们可以省钱啦 OK 再来呢 除了在容量上的增加 让我们更加有信心的 去介绍产品之外呢 公司也非常着重于包装设计 最近呢我们也得了很多国际认证的包装设计奖 那也很棒 像我们的absolute 那个逆龄逆龄主一样 也是可以得到一个很不错的包装 还有很多不同的产品呢 都已经被国际包装设计认可 我们的包装也是出得了挺堂的 不是说因为我们便宜包装就青菜不美不漂亮 包装也很漂亮嘛 各位说对不对 对 都要说大声一点 要有信心嘛 对不对 对 然后呢 那 我讲了那么久 真的讲了那么久 那我想问各位大家 如果你以后家里生活日常用品 用完了 那你要在买的时候 请问要去那里买 爱多美 对 是你讲的 不是我逼你的 我没有在强迫消费 是你自己讲要去爱多美的 因为有时候呢 你可能会去介绍给你的伙伴的时候 你的伙伴会跟你说 像今天可能你介绍 那个洗衣粉跟洗衣叶给你的伙伴 你跟他讲 爱多美洗衣粉洗衣叶很好 你要买 然后他就会跟你说 我加油了 那可能那时候 你就很失望了他加油了怎么办 那我想问各位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谁的家没有 谁的家没有 谁的家没有洗衣粉的 有嘛 对不对 不管什么牌子 他总会有嘛 对不对 所以当你听到他讲我家有的时候 你需要绝望吗 不需要 因为别的品牌的洗衣粉 洗衣叶的产品 和爱多美是没有得比的 我们要给我们家人用的东西 就是要用最健康最好的产品 大家说 对不对 如果这个产品用了 会危害你家庭身体健康的话 那请问你还要继续的去荼毒你的家人吗 难道是为了早一点分财产吗 不是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当你听到你的伙伴跟你说 他的家有的时候 不要失望 不要绝望 好好的跟他分享就可以 那我们要如何开始做爱多美 很简单 就自己用用看 先用用看先 因为你没有用过的产品呢 你没有办法去解释 就好像我刚才给的例子一样 因为那个大哥没有喝过Hammer Him 所以他以为Hammer Him是粉的 因为他没有试过嘛 所以你自己本身你要去用用看 你用了之后呢 再以你真诚的 Experience 经验 你再去听听看 这个产品用得不错哦 然后我就去听听看 像大家各位今天在做的 就是来公司听听看 到底是一家怎么样的公司 那听完了之后觉得不错 可以四字的一做 那你就去 以一个消费者的身份呢 再去跟人家分享就可以了 因为卖产品 卖东西是一件非常劳累的事情 我们做爱多美 我们不是在卖东西的 我们只是真心的去分享而已 就好像你看到了 一家很好吃的炒果条 你会去跟你朋友说 这家炒果条很好吃 一样的道理 就是分享而已 你不要去想到会赚钱 那在分享的同时 当然如果他加入会员 他再去购买 你又无端端可以领到一笔钱的话呢 那就是更加好了 对不对 再来呢就是 我们老板呢 我们董事长一直有说呢 人工智慧 渐渐的在取代着人类 所以呢 为什么我们的公司 一直有一个很好的经营目标呢 就是公司一直希望 减少公司里面的运作人员 让这些花费呢 可以省着下来 然后如果呢 你们想自己试试看的话呢 你们其实可以做一个小小的实验 像我们订货啊 如果你自己本身的名字 在订货的时候写错 其实你当你收到的时候呢 他就跟你写 打在那个电脑上面order的那个字呢 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代表了什么呢 就是你下单到送单 在这个中间的情况之下呢 你那张单呢 是没有经过人手去做的 就是完完全全的电脑化 像当时今时今日呢 像非常出名的淘宝 每一天呢 都在处理这成千上万的包裹 如果你们有去YouTube看看一下 马云他自己淘宝的货仓的话 你会叹为官职 因为在整个货仓里面呢 一个人都没有 一个人都没有 这个也是我们公司 一直积极在朝向的目标 当然 当你在非常的 把沉醉自动化的同时呢 当然我们人类也会受到危机了 对不对 因为很多事情呢 我们都已经被电脑所取代了 像今天你看 你想来 你想约你的伙伴来 这个成功学院 以前的话 是不是很辛苦 你要跟他讲 雷吉行俊卓 台都高通训 有邮灯 又这个又那个又这个 你又看到什么restaurant 你在那里那里那里 讲得很辛苦嘛 对不对 像今时今日的话 要怎么样 电话拿出来 location share一下 要不然呢 他去找瓦借 瓦借是谁 瓦借是waste 听瓦借讲就可以了 所以你对一度 瓦借跟你讲Everly Hotel在那里 你就驾着车跟着去就好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会发现什么 那些靠任路来赚钱的人 司机 even though 像我们现在刚刚崛起的 Grab Car 或者是Uber Driver 他们也将会面临一个 非常大的挑战 慢慢渐渐的 一个国际性的一个统计呢 这些工作将会被取代掉 Grab Car Driver 送货员 这些都将会被取代 尤其是工厂的员工 不过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不需要担心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在做爱多美 那你们是不会被取代的 那如果你身边的朋友 还看不懂爱多美的 还在做其他的工作的话呢 那你就要快点跟他们祈祷 还有呢 叫他们快点做什么 做爱多美 那他们就不会有这个危机了 所以呢 今天出去呢 敢敢的把爱多美 介绍给你的伙伴呢 其实你也是在日行 以上 再来 一个拥有非常好的产品 非常好的理念 非常好的公司 那 要令一个人 可以很简单 很容易的成功的话呢 那爱多美的成功系统就非常重要了 爱多美有一个非常完善的成功系统 它不需要你特别的帅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像Eyston Line这样帅 对 所以你不需要特别的帅 你也不需要特别的聪明 你也不需要特别的会讲话 你只需要听话 照做就可以了 那如何听话照做呢 我们爱多美有什么 有中心说明会 全马来西亚有150多家中心 全全后为您服务 你只需要走进去 问问就可以了 基本上任何地方都会有我们的中心 那中心每个星期都会有分享会 可能你自己的人就比较内向 不知道怎么如何的去跟朋友解释 到底爱多美是什么 你只需要想尽办法 把你的朋友带去中心分享就可以了 就算把他们绑架过去也好 那没关系 然后再来呢 就是我们公司也有很棒的一字研讨会 一字研讨会呢 每一个月都会有 那这一字研讨会每一个月都会有 他也不只是在KL而已 他在每一个大城市都会有一字研讨会 来帮助各位会员成功 公司会邀请很多很棒的讲师 很多很棒的领袖 上台为你的会员们做解释 你也只需要做一样东西 就是把你的伙伴带过去就好了 我之前曾经听过一个皇冠大师讲 可能有些会员会跟我说 艾森很累咧 每次我来成功学院啊 每次我来一字研讨会 都是我一个人来的 那我曾经听过一个皇冠大师说 他前六个月加入爱多美的时候呢 那前六个月都是他自己一个人来成功学院 那没什么大不了的 那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于你有没有像刚才我们美娜说的 坚持到第36次领取你那丰盛的奖金 对不对 所以呢在座的各位 如果今天是你第一次来的话呢 你要坚持每一个月的都来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成功学院 成功学院最重要在那里呢 我觉得成功学院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呢 就是他可以让所有非常有正能量的会员 积极在一起互相鼓励 尤其是等下我们会有的那个Mastership Promotion 你会看到很多不同的人上台去领奖 你会增加你自己的信心 你也会希望下一个上台领奖的就是你 所以只要跟着这个爱多美的成功系统 你就可以非常简单的在爱多美里面取到成功 那今天我呢在这里呢就做一个小小的缩减版的 rap out今天所有我想的东西 爱多美如何帮助你呢 第一点它是一个独占性的生意来的 今天如果你去跟你朋友分享 你朋友来问你我想买爱多美的产品 那如何去购买 你只需要说爱多美的产品 只要你加入会员就可以以会员加购买了 而且加入会员是免费的 所以他会员就很容易接受啊 他可以加入会员 那再来呢就是他是日常用品 因为日常用品呢你会自动的去消费 像今天如果我把一个牙膏和一个牙刷 放在你面前的话呢 我不需要去教你如何用牙膏牙刷 你也会去用 对不对 像我如果把那个dis detergent交给你 你不可能因为那个dis detergent前面有两粒柠檬 你就以为他是柠檬汁嘛 对不对 真的不是柠檬汁来的哦 不要等下有人杀杀 真的是新年给我买十罐八罐 新年的时候朋友来他家他泡两罐给他喝 那个就完蛋了 OK 然后呢 再来呢就是高品质低价格 一个好的商品 以一个非常合理的价格在售卖的话呢 消费者是可以非常非常容易的去接受它 再来回购率非常的高 如果你本身自己有试过去分享爱多美的话 你会发现到爱多美的产品 当你分享给你会员的时候 他们的回购率通常都会很高 就像我自己本身的经验 我就每次给我的邻居骂的 为什么这个你不介绍我 为什么那个你不介绍我 这个这个这样好 你不要跟我讲 所以爱多美的产品 你只需要把一两样产品介绍给他们 他们自己会发现好 自己会再去找产品 找资料 他们自己反而来骂你 为什么没有介绍给他 再来呢 非常强的公司背景 刚才我已经有说过了嘛 对不对 我们后面有谁 有一个百年企业和一个韩国 国家自己做的研究院 在我们的背后支持着爱多美的产品 再来我们的退货率非常的低 只有好货的退货率会是非常的低 所以爱多美就是一份好货 拿着那么帅的董事长 那么帅的照片 当然要跟大家讲 在做爱多美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要秉持着一个很棒的原则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爱多美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 就是正到顶上 以正直和善良的心去经营爱多美 我们不要做抢线 不要做囤货 不要做在伤害其他人 让自己得到利益的事情 所以呢 只要你以正直和善良的心情去经营爱多美的话 相信要成功的日子呢 并不会太远 所以呢 那我的分享呢 今天呢大概就到这里 我希望 不过我还有一句话要讲 那这句话很经典 我上线美是讲的 不做爱多美 你不会怎样 但是做了爱多美 你就会 不一样 谢谢大家